香蕉人 很直接就直接看到 就是香蕉人在上面 今天也很開心可以請到他 然後來到我們的當中 來分享他怎麼樣從一個工程師 然後進到這個角色 做創業的這樣的一個工作 那我們歡迎香蕉人Boris 謝謝 各位觀眾好 我是香蕉人的Boris 因為我本來以為這次的分享 比較像是說給一些年輕人 然後他們想要創業 然後給他們分享一些進入歷程 所以我的內容會比較偏向 如何創業的一個方向 那我們現在主要做的話是 角色授權 主要的角色就是請教練這個角色 這角色大概是我們在四年前的時候 所創作出來的 那時候本來是為了一個手機 MEP叫寫照相機 我們為了這個當中的AP 看起來比較有賣點 比較好讓人家下展 所以我們來衝動這個角色出來 所以我們想到後來 那個相機不太賺錢 這個角色大家比較願意買單 就Piverr 然後就轉向做 在這裡 是指定的地板 可以讓人家下展示 我們要去找個這間 製造相機 所謂的角色 我們要來的 所以我們要來的 我們要來的 一間 我們要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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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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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